在2022年的时候我自己人生中最大的一个梦想是在这里实现的 所以能够继续回到这里和全世界最优秀的一些运动员一起训练一起比赛 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我也希望能够去好好地享受每天的训练和每天的比赛 首先因为这个赛季也是宇兰庄会的一个拿得几分赛的一个过程了 所以我也希望最大的目标是能够顺顺利利也安全地去完成好每场比赛 去为这个女男章会打到一个基础吧 并且能够在每一个比赛去想要完成好自己的动作 自己的目标一步一步地向这个最终极的目标去前进 同时呢在这场比赛其实我更想要去提升的是自己的一些基础动作 包括自己的一些难度的挑战和自己对比赛的一些经验吧 不管怎么样都希望能够在每一场比赛去取得最好的诚意 但是可能每一天训练的时间越来越多 我开始发现可能享受比赛 享受这个过程 享受这一路以来每一个挑战这才是最有意义的 所以我也希望比赛能够更加地去享受自己内心的最终极的热爱 去对待好更好滑雪 对待好每一天的训练